準總統賴清德在日前造訪嘉義無人機基地 承諾會繼續給予相關的產業支持 那麼另外軍方也在研擬規劃 成立無人機訓練中心 並且委託民間公司來培訓軍眾的人員 成為無人機操作手 來輔導他們考取相關的專業證照 而DACE國軍也初步會把這個無人機的 戰術層級規劃完畢 也希望在未來可以把更多的無人機投入實戰 達到真打一體 急爭急打的目標 準總統賴清德日前穿著一身飛行禁裝 訪問嘉義無人機基地 無人機科研成了發展趨勢 現在國防部研拟規劃成立無人機訓練中心 要加強國軍各單位的勤監針反應力 提高指揮效率 期望不管是無人機的研發也好 能夠加快腳步變成一個真打一體 為了培訓國軍無人機失資 此軍方規劃今年4月開始委託民間公司 培訓操作手 福島考取民航局無人機專業操作證照 並擔任各軍種中小型無人機種子教官 連戰層級 導控距離150公里以上的無人機 部署空軍及海軍部隊 執行本島周邊海空域徵搜監視任務 掌握敵軍動態建立作戰圖像 導控距離20到150公里的無人機 部署在三軍各部隊 執行戰場徵搜 火力協調 評估等任務 導控距離20公里以下的無人機 提供部隊跨越陸上地形障礙 監減能力 降低人員損耗 以及提高建制武器攻擊效益 並以攻擊型無人機對征禍目標攻擊 操作手他什麼時候要發動攻擊 或是他要組合去飛行 這一些其實都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希望去提升這一些官兵的一個專長 讓他可以去把這個無人機 這樣武器發揮到最好 面對兩岸局勢升溫 國軍也要加強不對稱戰力 政府 民間攜手合作 朝著無人機 爭打一體 急爭 急打的目標前進 這上面劉成為台北採訪報導